嗨 我是流星 我們的三無將軍飛消終於要出啦 不得不說他的外觀真的是深得我心啊 白毛胡人根本就無敵好嗎 我真的想不到不抽他的理由 相信大家也跟我一樣很期待他的推出吧 那在今天的影片開始之前 不要忘了按下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以免錯過最新的攻略影片喔 那事不宜遲 我們就準備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飛消是風屬性的巡列角色 他的定位是一隻能夠打出爆炸傷害的追加攻擊角色 至於為什麼是追加攻擊 這邊就要講到他的行跡 但我們後面會講到 所以這邊就先不講那麼多 他的輸出手段主要是依靠終結技的多段攻擊 來對敵人造成高額傷害 而且他的終結技 在機制上跟黃泉一樣 都需要依靠疊層才能夠施放 但疊層的方式還是有很大的差異 接下來我們就簡單介紹一下飛消的技能 飛消的普攻能對敵方單體造成風屬性傷害 非常的普通 沒有什麼特別的 飛消的戰技跟普攻一樣 能對敵方單體造成風屬性傷害 唯一不一樣的就是 戰技在施放後 飛消會對該敵方目標額外造成一次追加攻擊 飛消的天賦會比較複雜 所以我們拆成兩個部分來講 首先是飛黃機制 飛黃點數需要靠我方隊員發動兩次攻擊 才能夠獲得一層 當飛黃達到6層時 飛消才能施放他的終結技 也就是說 飛消在0命的情況下 他跟他的隊友至少要對敵人進行12次攻擊 才能夠擠滿施放終結技所需要的飛黃點數 值得注意的是 飛消終結技造成的傷害 並不能獲得飛黃點數 還有就是隻跟鳥終結技造成的額外傷害 不適用於飛黃機制 所以是沒有辦法疊到層數的 接下來是天賦的追加攻擊機制 當飛消的隊友對敵人發動攻擊後 飛消會馬上對目標進行一次追加攻擊 但每回合只能施放一次 如果飛消發動追加攻擊前 敵人就已經先陣亡了 那飛消就會隨機攻擊一個敵人 並且飛消在發動天賦的追加攻擊後 能夠提升60%的傷害持續兩回合 在開始講飛消的終結技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介紹一下解形這個刑機 解形這個刑機很特別的地方就在於 他能夠將飛消的終結技傷害 轉變成追加攻擊傷害 也就是說飛消終結技造成的所有傷害 會被視為追加攻擊傷害 並不是終結技傷害 各位不要搞錯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將飛消的終結技 拆成三個部分來介紹 這樣大家也會比較好懂 首先是終結技的攻擊機制 飛消的終結技屬於單體攻擊 並且能夠無視敵方弱點屬境血減韌性 當飛消在攻擊位處於弱點擊破狀態的敵人時 他的弱點擊破效率會提高100% 接下來是終結技的攻擊方式 飛消在施放終結技後 一共可以對敵人造成7次攻擊 首先是前面的6次攻擊 可以自行選擇閃烈任務或月貫填充這兩種攻擊方式 當6次攻擊結束後 飛消就會使出他的最後一擊 也就是第7次攻擊 最後是閃烈任務跟月貫填充這兩種攻擊方式的機制介紹 簡單來說 在敵人位處於弱點擊破狀態時 施放月貫天衝的傷害會比閃烈任務還要高 反之當敵人的弱點被擊破時 施放閃烈任務造成的傷害也會比月貫天衝還要高 只需要依照敵人的狀態去施放不同的攻擊方式就可以了 飛消在施放密技後 會進入持續20秒的限風狀態 處於限風狀態下的飛消 除了能夠牽引一定範圍內的敵人 還能夠提高自身的移速35% 並在進入戰鬥後獲得一點飛黃 當飛消處於限風狀態下進入戰鬥 就能夠在每個波刺開始時 對敵方全體造成高額的風屬性傷害 並且這個傷害必定會爆擊 值得注意的是 限風狀態下的飛消每多牽引一個敵人 就能夠提升100%的傷害倍率 最多可以提升至1000% 也就是說在進入戰鬥前 飛消牽引的敵人越多 每個波刺開始時造成的傷害也會越高 技能加點的部分優先點滿終結技跟天賦 其次是戰技最後是普攻 第一個行機是電矩 電矩可以讓飛消在施放戰技時 提高自身的攻擊力持續3回合 第二個行機是解形 解形可以讓飛消的終結技 在對敵人造成傷害時 會被視為追加攻擊傷害 並且還能提升追加攻擊所造成的傷害 最後一個行機是天通 天通可以在戰鬥開始時 提供飛消3點的飛黃 當飛消的回合開始時 如果飛消沒有透過天賦施放追加攻擊 飛黃所需要的攻擊次數就會增加一次 各位只要想成加了0.5成的飛黃就可以了 解鎖星魂1的飛消 能夠在施放閃烈刃5或月貫天衝後 逐步提升後面6次攻擊造成的傷害 簡單來說 這個星魂可以讓飛消終結技造成的傷害 隨著攻擊次數提高 一直到終結技結束 解鎖星魂2的飛消 在施放天賦的追加攻擊後 能夠讓原本只能獲得的0.5成飛黃 直接變成1成 簡單來說 二命前的飛消需要發動2次追加攻擊 才能獲得1成飛黃 解鎖二命後 只需要發動1次追加攻擊 就能獲得1成飛黃 能夠大幅提升終結技的疊層速度 解鎖星魂3跟5的飛消 可以提升技能的等級上限 但星魂3的CP值會比星魂5來得高 因為星魂3提高的是終結技傷害 正好是飛消的主要輸出手段 解鎖星魂4的飛消 處於可戰鬥狀態時 能夠提高敵方全體受到的追加攻擊傷害 解鎖星魂6的飛消 能夠提高終結技傷害的全屬性抗性穿透 並且提高天賦追加攻擊的傷害倍率 簡單來說星魂6就是能大幅提升傷害的星魂 儀器選擇方面有兩種選擇 第一種是封套 因為封套能讓飛消在施放終結技後 使行動提前25% 對於需要靠攻擊來疊大招乘數的飛消來說 效果非常的好 但封套一直以來都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就是配速問題 我們以飛消跟隻羹鳥的隊伍做舉例 正常來說隻羹鳥的配速應該是隊伍裡最慢的 才能發揮他的最大功用 但封套的效果很有可能會導致飛消在施放終結技後 打亂整個隊伍的順序 所以大家在使用封套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使用時機 第二種是永烈套 這個套裝的重點在於需要裝備者施放追加攻擊 才能夠吃得到終結技的大量增傷 正好跟飛消的技能機制非常的契合 說是飛消的專屬儀器也不為過 最後來做個結論 在一般情況下我會建議帶永烈套 因為這個儀器提供的傷害加成真的挺多的 而且在機制上也很契合飛消 至於封套 我認為對惡命的飛消提升會比較大 因為惡命的飛消能夠大幅度加快疊層效率 這時候再配上封套的行動提前 疊層的速度就會變得更快 基本上飛消的終結技想放就放 完全不用擔心疊層速度太慢的問題 但要記得在使用封套時 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終結技的施放時機 還有整個隊伍的配數 飾品選擇方面有兩種選擇 第一種是奔狼套 這個飾品除了能夠提高飛消的追加攻擊傷害 還能夠在層數疊滿時提供25%的爆傷加成 能幫飛消提升非常多的傷害 第二種是出雲套 這個飾品我會建議在沒有奔狼套的情況下再用 因為這個飾品提供的傷害加成並沒有比奔狼套來得多 所以在刷到好的奔狼套之前 可以先拿這個飾品當作過度使用 那如果不想刷奔狼套 就不用特地刷出雲套了 直接用薩爾索圖就可以了 整體的效果跟出雲套不會差太多 儀器組附屬性選擇方面 軀幹選擇雙爆 鞋子選擇速度鞋 衛面球選擇風箱球 連結繩選擇攻擊繩 不選擇充能是因為飛霄的終結技不需要能量 附屬性部分優先撐高雙爆 然後是攻擊力 最後是速度 五星光追選擇方面 我最推薦的依然是飛霄的專武 我將尋真追劣 這張光追提供的暴擊率加成 可以讓飛霄更容易達到暴擊率門檻 讓他能有更大的空間去撐爆傷跟速度 其次這個光追還能讓飛霄在施放終結技時 無視敵方目標最多78%的防禦力 最少也能無視54%的防禦力 而能打出的實際傷害 又跟角色的攻擊力還有技能倍率有關 講起來會更複雜 大家只要知道無視防禦力能夠大幅提升角色的傷害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應該都能理解 這張光追對於飛霄的傷害量有多大的幫助了吧 以整體的傷害量來說 目前能媲美飛霄專武的只有真理醫生的專武 所以沒有真理醫生專武的玩家 如果星球的數量還夠 可以考慮抽一張飛霄的專武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真理醫生的專武 純粹思維的洗禮 這張光追的無視防禦力相比於飛霄的專武少非常多 但這張光追提供的大量爆傷跟終結技增傷 能夠彌補跟飛霄專武的傷害差距 基本上前面有抽到這張光追的玩家 如果沒有追求極致輸出 可以直接省去抽飛霄專武的成本 直接拿去抽飛霄的星魂 那如果前面沒有抽到真理醫生的專武 星球也不夠抽飛霄的專武 也可以考慮如泥寒眠跟星海巡航這兩張光追 首先是如泥寒眠 這張光追能夠大幅減輕飛霄的雙爆壓力 但要注意的是 這張光追的爆擊率加成 需要飛霄施放戰技或普攻才能觸發效果 所以使用這張光追的玩家 在施放飛霄的終結技之前 請先確保他有吃到光追的爆擊率加成再施放終結技 接下來是星海巡航 這張光追能夠提供高額的爆擊率跟攻擊力 整體能造成的傷害跟如泥寒眠差不多 但論CP值 星海巡航還是略勝一籌 畢竟是免費的 很適合有打算抽飛霄的新手玩家使用 至於拖帕的專屬光追 其實也不是不能用 但我認為有抽到拖帕專屬光追的玩家 大概八成以上都有抽到他本人 就不建議再特別拿給其他角色用了 吃星光追選擇方面 對飛霄傷害量比較有幫助的只有兩張 第一張是論劍第二張是唯有沉默 這兩張光追雖然都能提供不錯的傷害加成 但滿碟影的效果會比較顯著 論強度跟CP值 我會更推薦直接用星海巡航還比較簡單快速 因為這兩張四星光追想要滿碟影 需要從卡池裡撈會比較麻煩一點 新聞抽取方面我直接講結論 維克跟月卡檔在星球有限的情況下 可以先抽一隻0加0的飛霄 然後再補0加0的隻跟鳥 如果抽了這兩隻角色還有聖的星球 建議先補飛霄的專武 如果前面已經有抽到真理醫生的專武 可以直接跳過飛霄的專武 直接將隻跟鳥拉到一命 那可能會有玩家想問 為什麼一命的隻跟鳥會優先於一命的飛霄呢? 那是因為隻跟鳥不像飛霄 只能綁定於追加攻擊隊伍 他的就業空間非常的大 再來就是一命的隻跟鳥能提升的傷害量 不會輸給一命的飛霄提供給自己的傷害量 所以以泛用性還有CP值來說 我認為一命的隻跟鳥會比一命的飛霄還要來的有價值 隻跟鳥抽到一命後 就可以直接將飛霄拉到一命甚至是二命了 到目前為止的金數 應該是維克跟月卡檔的最大極限了 那如果是原本就已經有完整追擊隊的玩家 假設都0命的情況下 可以先將飛霄抽到0加0 如果沒有真理醫生的專武 建議先抽飛霄的專武 再補隻跟鳥的一命 隻跟鳥一命後 就可以直接把飛霄拉到二命 飛霄二命後如果還是覺得傷害不夠 可以考慮再把托帕拉到0加1甚至是1加1 那如果沒有抽到殺精的玩家 就只能等後面復刻的時候再把他抽回家了 前面聽我介紹了這麼多 相信在配對上 大家應該都有一個基本的概念了 所以我這邊就長話短說 飛霄的配對思路 我會推薦1組C加1-C加1輔助加1生存 -C的選擇上 只要能夠提供高頻率攻擊 也就是追加攻擊的角色 就可以直接跟飛霄組成一隊 目前最適合跟飛霄組成一隊的角色有 托帕、巡列3月7跟新出的四星角色莫哲 這三隻角色論強度 我認為托帕還是佔據第一 因為托帕的傷害跟攻擊頻率都很高 而且他還能給敵人施加異傷狀態 能夠大幅提升飛霄的整體傷害上限 如果不論成本 我認為飛霄是最適合托帕的追加攻擊隊友 如果新手玩家還沒有抽到托帕 也可以暫時先用3月7來代替 3月7不但攻擊頻率快 還能為他的師傅提供高額暴擊傷害跟速度加成 不得不說3月7的技能機制意外的非常契合飛霄 因為惡命的3月7可以在師傅施放普攻或戰技時 立即發動追加攻擊 而飛霄則會在隊友發動攻擊時 立即發動追加攻擊 換句話說 無論是哪一隻角色發動攻擊 另一隻角色就會跟著發動追加攻擊 就等於能夠穩定對敵人造成4次攻擊 如果在攻擊了4次之後 剛好又擊滿3月7天賦的充能點數 他就能夠再次行動 並對敵人造成大量的傷害 如果再加上飛霄的追加攻擊 這樣一輪下來 最多可以對敵人造成64攻擊 這時候的敵人基本上是非死即殘啊 總之還沒有抽到拖帕的玩家 可以考慮使用3月7 他的整體效果可能會超出你們的想像 最後一隻是莫哲 莫哲的傷害雖然很高 但這僅限於處於獵物狀態下的敵人 因為莫哲的增傷加成 需要我方角色攻擊處於獵物狀態下的敵人才吃得到 也就是說只要攻擊莫哲沒有標記成獵物的敵人 就完全吃不到莫哲的增傷加成 也就變相限制了整個隊伍在攻擊敵人時的靈活度 而且莫哲還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那就是相比其他兩隻角色 他比較吃戰技點 如果沒有搭配花火 就會很容易有戰技點不夠用的問題發生 但偏偏最適合飛霄隊伍的輔助角色是隻跟鳥 所以莫哲的定位就顯得非常尷尬 如果除去以上缺點 莫哲在傷害上確實比3月7還要出色 但畢竟是四星角色 在機制上還是有一點缺陷的 這個部分就要由大家自己去做取捨 我個人會比較推薦3月7啦 畢竟他不像莫哲一樣 需要用抽的才能夠滿星魂 整體的CP值也會比較高 接下來是輔助位 輔助基本上只要選擇能夠拉條增傷的角色就可以了 像是隻跟鳥、花火跟布洛尼亞 這三隻角色不用我多說 隻跟鳥肯定是最適合放進飛霄隊伍裡的輔助角色 至於花火跟布洛尼亞在使用時 有一些小細節需要注意 那就是這兩隻角色的拉條 只能拉一隻角色 所以飛霄的配速要比這兩隻角色的速度還要快 才能發揮出拉條的最大效益 還有就是盡量讓飛霄在處於有增傷Buff的情況下 施放終結技 整體的傷害才會比較漂亮 最後的生存位 只要選擇比較不耗點的角色就可以了 像是沙金、羅刹、迦拉赫 其中我最推薦的肯定是沙金 他除了能坦 還能夠給敵人上異傷狀態 甚至天賦還能夠對敵人造成追加攻擊 基本上無可挑剔 他就是飛霄隊伍裡的最佳生存位選擇 至於羅刹跟迦拉赫 我個人更推薦羅刹 因為迦拉赫在寶人方面 沒有羅刹來的優秀 但其實也沒有什麼好比的 因為再怎麼比都不會比沙金還要來的契合 關於飛霄這隻角色該不該抽 其實結論非常的簡單 那就是有沒有缺主C 如果有缺 我認為可以直接抽 因為他的傷害 肯定會比舊世代的主C還要來的漂亮 但抽他也要有個心理準備 那就是後期可能會被換掉的通病 各位想想 最近復刻的角色這麼多 不就是為了後續更強的角色鋪路嗎 而且主C這種東西除非抽到高星魂 不然傷害很容易就會被後面推出的角色給比下去 當然如果你不追求數值 只為了通關混沌 那其實根本就沒有傷害夠不夠高的問題 只要能打在回合數以內 大家能領到的星球都一樣 也就沒有必要過度追求角色的傷害了 再來就是抽飛霄的門檻 並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高 因為他對無理的角色基本上都有下位替代 像托帕可以換成三月七或莫澤 還有滋根鳥可以換成花火或布洛尼亞 甚至連生存位的殺精也能換成羅剎跟加拉赫 所以飛霄對新手來說還算挺友善的 唯一不友善的是 想要讓飛霄的傷害最大化所需要的成本實在太高了 光是托帕、殺精、滋根鳥 就需要三斤的成本了 這點對於剛加入的新手玩家來說 真的需要花一點時間才有辦法湊齊 至於跟我一樣 喜歡飛霄的XP玩家 就直接抽爆他就對了 強度什麼的都是浮雲 我們的白毛仆人大姐姐才是真正的真理啊 好啦那以上就是飛霄這隻角色的攻略分析 如果各位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要幫我按個讚 支持我推出更多的攻略影片 有問題也歡迎在留言區發問 我是劉昕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